就是聚集部分 刚刚聚集是按下 但这个东西是录制的 可是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自己写了 所以聚集再到VBA 那VBA部分的话 这个就是自己写的 跑出来 里面是丢公式 清楚自己写的 那丢公式跟丢结果 哪里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这个丢过来东西 这个按下去 这是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的话丢过来的话 是丢一个公式过来 OK 也就是说 它其实VBA的写法还蛮多的 那我会从比较简单的 再到比较复杂的 那当然你刚开始 你不用记很复杂的 反正至少 你要能够一键完成报表 那个就选择 稍微比较简单的方法也OK 其实有一些套公式 所以之后各位不用太担心 但是一定要花时间是必要的 程式真的没有几行 这个上面里面大概都三行 大概就三行三行 就是很简单的 只是说你要学会回圈 回圈的叙述 怎么写 另外的话 最后还有什么 制定函数 所谓制定函数 我这边又写过 这边会多一个叫使用者定义 如果我今天希望手机 就多一个手机函数 按确定之后 他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有没有 电信业者 门号区码 再来什么 门号默 按确定 点两下 就自动出现了 这个是制定函数出来 也就是也是VBA 是我们写的 不是本来就有了 OK 这叫制定函数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要选三个 另外还可以制定一个 範围 刚刚要选三个 现在范围是刷一下就好了 那更简单 比如说你有很多个 你总共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填填填 很浪费 你就刷一下 确定 这样也可以 这个是方选 就我刚刚有提到的 那只是说要怎么写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机 我们只是开个头 下一次的话 就会从这边开始 所以下一次的话 那又会比 那个今天更难一些 所以回去 你一定要把今天的东西先学会 那后面的话 我们上课的范例 一定也都是先从函数开始 然后再到VBA 反正先从简单 再到进阶 逐一逐一的来完成 那今天的话 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回去的话 我会再把影片上传 再寄给各位 那今天先到这里